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哈利利亞,在座各位長輩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謝主要說是因斷念 感謝主義書施恩帶領 看過我們一個禮拜平安 看過我們大家一個禮拜平安 今天是風台天 今天是颱風天 那是南部在風台天 東南部的颱風天 嘉義以南的都停班停課 嘉義以南的都停班停課了 今天早上起床了,還出了太陽,天氣很好 感謝主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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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祷告之中也要幫南部的同僚 我們在祷告之中也要幫南部的同僚祷告 求主要說看過他們都平安 求主要說看過他們都平安 早上我們要來查考認識真信仰 我們一般宗教就是一種信仰 我們一般宗教都是一個真信仰 就是一個信仰 宗教信仰其實要解決我們人生三大問題 宗教信仰其實是為了解決人生三大問題 世間有很多種信仰 那世間上有許多的信仰 很多種的宗教 有很多宗教 先像佛教 佛教 回教 道教 天主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基督教 一個信仰要解決我們人生三個問題 一個信仰是要改變我們人生三個問題 解決 所以我們對這個信仰當中可以解決這三個問題 才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信仰 所以如果一個信仰呢可以解決我們人生三大的問題才是一個真正的信仰 第一 人從哪裡來 第一 人從哪裡來 中國有很多傳說 中國有許多傳說 盤古開天 盤古開天 其他很多民族有很多的說法 其他的很多民族呢有其他的說法 人從哪裡來 民族都有不同的傳說 人從哪裡來 第二 人在世間要做什麼 人在世間要做什麼 沒有一個真 忠告信仰的人 他在人生沒有目標 沒有一個真宗教信仰的人 他人生沒有一個目標 他在努力賺錢改善自己的生活 他努力賺錢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客家他的人生過了很成功 或者呢他人生過得很成功 可以說是人生的勝利座 可以成為人生勝利主 什麼都有了 什麼都有 房子也有了 有房子 也娶到水母 也娶到漂亮太太 事業也很成功 事業也成功 兒子女兒都很漂亮很可愛 兒子女兒都很漂亮很可愛 他們中台以後都有很好的事業 和成就 長大之後呢 他們都有很好的事業跟成就 這樣是人生的勝利座 這樣子被稱為人生勝利主 但是到年老的時候 那是到年老的時候 我人生已經過到 已經過到現在 我人生已經超過了一半 已經到現在這個時候 我這次人就是 人用心在 人用心在做我 所經營的事業 那我這一輩子呢 都很用心的在經營我的事業 但是齁 心中無神的人 但是心中呢 沒有神 一種目面的虛空 也有一種莫名的虛空 我們人生 我們人生呢 我們來認識神 我們知道 人生在世 要認真為神來努力 我們知道呢 我們人生在世呢 要認真為神努力 人生在世 要過著 敬神愛人的生活 我們人生在世呢 要過著敬神愛人的生活 這樣我們生活有目標了 這樣我們生活呢 才有個目標 第三個問題要解決 第三個問題要來解決 人生結束以後要去哪裡 人生結束之後呢 要到哪裡 一個真正的信用 要解決你這個問題 一個真正的信仰呢 要解決你這個問題 佛教說 就超度去西方的極力世界 佛教說呢 就超度呢 到西方極樂世界 或是已經成佛了 或者是可以成佛 到教也有不同的說法 到教呢 也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佛教說得很極烈 回教說得比較激烈 說你如果為阿拉來死 阿拉上面的天洞 有很多很多 給你享受的 如果你為了阿拉來死的話 天上呢 有許多阿拉的享受可以給你 在阿拉那邊的天洞 在阿拉那邊的天洞 算不清的美女在幫你搬 有算不清的這個禮物 美女要來陪伴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教教過 就是這樣教育他們 所以他們拿在主宅 拔下去 就說再來去阿拉那裡 所以他們會揹著炸彈 然後自殺呢 然後來到阿拉那邊去 為了阿拉來犧牲生命 為了阿拉犧牲生命 在天洞 阿拉那天洞 有算不清的這個福福禮 這個在阿拉那邊有 數不清的這個服務給他們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灌輸 所以一直灌輸他們這樣的觀念 他們所以很激烈 很激進 所以他們很非常激進 這是不正確的 這是不正確的 正確的 信用是跟你說正確的方向 正確的信仰是告訴你正確的方向 人生以後 要去天堂沒有錯 人生時候呢要到天堂沒有錯 但是是用到神所告到正確的方法 但是要藉著神所教教導的正確的方法 神真神告到我們正確的方法是很合謀的 神教導我們的正確的方法是非常和睦的 不然會引起宗教戰爭 並不會引起一些宗教戰爭 雖然在團教的時候有些 一些阻礙 雖然傳道的時候會有一些阻礙 但是我們都沒有對方做定人 但是我們都不會把對方視為敵人 我們用神的愛要感化 我們用神的愛要來感化他們 跟他們做會 希望他跟我們做會有一個 對求一個真正的信仰 希望他與我們一起追求真正的信仰 所以真正的信仰 我們就要思考幾個問題 所以真正的信仰呢 我們來思考幾個問題 我們真正的信仰 我們一個真正的信仰 我們敬拜的對象 敬拜的對象 敬拜的對象 是獨一的真神 我們來看羅馬書第一章 我們來看羅馬書第一章 我們從小就告到我們的日路 我們從小就教導我們的兒女 我們在拜耶穌基督 我們是在拜耶穌基督 他是創造我們的神 他是一位創造我們的神 我們來看羅馬書第一章 我們看二十五節 我們來看二十五節 二十五節就說到 真正的信仰和錯誤信仰的差別了 二十五節提到真正的信仰跟錯誤信仰的差別 我們都覺得我們是真正的信仰 我們都認為我們是真正的信仰 別人錯誤 別人錯誤 我們是怎麼說我們真正的信仰 那我們為何說我們是真的呢 聖經跟我們告得 聖經教導我們的 我們世間也看其他的民間信仰 我們也可以了解 我們看到世間其他的民間信仰 我們可以了解 真正是聖經這樣寫的 真的是聖經這麼寫的 我們看二十五節 我們看二十五節 這裡說 這裡說到真信仰跟錯誤信仰的差別 這邊說到真信仰跟錯誤信仰的差別 錯誤的信仰將神的真實變為虛黃 神是真實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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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獨一的主 獨一的主 他不是受造之物 他並不是受造之物 結果 其他無人不信仰的人 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去製造神出來 結果其他不論是神的 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去造一個神出來 這裡說去敬拜受造之物 這邊說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 錯誤的信仰 就我們民間來說 錯誤的信仰在我們民間來說 敬拜人物 敬拜人物 敬拜礦物 敬拜礦物 敬拜 植物啦 敬拜植物 敬拜人物 那真是關公 敬拜人物呢 比方說關公 關公他真的是歷史上一個人物嗎 關公他真的是一個歷史上的一個人物 好 三國間他寫得很精彩 三國間他寫得很精彩 三國間我演藝的寫得很精彩 我們就感到這個關群長這個人 真的是很特別敬佩 我們都覺得關群長這個人值得大家敬佩 他就變成神了 後來呢他變成神 大家都拜他 大家敬拜他 這是人物 這是一個人物 我們所拜的媽祖 我們還有我們常聽見的媽祖 媽祖是他本名叫林墨娘 他好像是唐朝以前的人 他好像是唐朝以前的人 我們查一下歷史就知道 我們查一下歷史就知道 在這樣沒有林墨娘以前的 那如果在沒有林墨娘以前的 那如果在沒有林墨娘以前的 那有馬祖堂拜 那有馬祖讓人家拜嗎 沒有啊 沒有 所以林墨娘 沒有出世 變成馬祖這個神 神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這個神 真正的神是從頭到尾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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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開始他就有了 一開始就有 一直到後面他都有了 一直到好啊 那一般創侯的信用是 敬佩的人物是 歷史上的人物啊 我們一般錯誤的觀念 是敬佩的人物 是敬佩歷史上的人物 他就可能對一個條態比較出現 他可能從某一個朝代才出現 因為他的表現很好 後來他表現很好 把他封為神 在這以前根本就沒有這個神 但是在他以前根本就沒有這個神 所以民間的信用 我們可以認真去思考 所以民間的信仰 我們認真思考 我們去敬佩人物感到 我們敬佩人物對嗎 他實在是很偉大 很好的表現是沒錯 的確他是有一個很偉大的表現 沒有錯 每天我們來學法的 值得 值得大家學習效法他的榜樣 但是他不是神啊 但是他並不是神 他那是神 神所創造的一個人而已 他也是神所創造的一個人而已 在民間也看到 酒頭宮 我們在民間也看到了石頭宮 一顆酒頭很大 有個石頭很大 我們就感覺 這是神 人們就覺得說 這個是神 你就來拜 就來拜 就說 假設我們在山路上 有一個酒頭很大 假設我們在山路 遇到一個很大的石頭 在懸崖的上面 在懸崖上面 你怎麼想要拜 你會想要拜他嗎 我們就通知政府說 這顆酒頭很危險 我們趕快通知政府 這個石頭非常危險 趕快用炸檔 炸到水 趕快把它清掉 趕快把它炸檔 或是把它清掉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奇怪 這顆酒頭很大 很安全 我們就拜 奇怪這個石頭很大 擺這很安全 我們就可以拜 但是這顆酒頭在山頂 很大塊也很漂亮 我們覺得他很危險 但是如果這石頭很大 在很危險的地方 我們就覺得他很危險 你為什麼不派他 稱他為石頭神 你為什麼不派他 稱他為石頭神 趕快通報 趕快報警察 叫人來處理 我們一定呢 趕緊通報呢 請政府來處理 炸檔炸到水 怪獸的 還不會炸死人 趕快把它處理掉呢 或是炸碎呢 才不會炸到人 所以喔 我們真正是民間的信用 讓我們感覺很處理 所以民間信仰人 有時候讓我們覺得很有趣 敬拜人物 敬拜禮物 敬拜礦物 敬拜礦物 敬拜人物 敬拜植物或礦物 敬拜人物 敬物就是在大礦工 植物呢就像這個神木 我們中火頭前 松竹路那裡 那裡就是一棵樹大榕樹 就是人在拜 總會前面松竹路前面 有一個很大棵的榕樹呢 就是這樣拜他 我們對崇德路 向右轉你就堵到那棵樹 我們從崇德路向右轉 就會遇到這棵樹 那棵樹旁邊都建了一棵廟 那個樹的旁邊改了一個廟 那棵樹用紅布條把它圍起來 那樹呢用紅布條把它圍住 這棵樹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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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棵樹齁齁 他們說呢這個是呢 神木樹 樹神 樹神 不敢他上人呢 不可以來 隨便動他 我們就要做一個圓環 對旁邊把它繞過 我們要做一個圓環 從旁邊繞過他 所以繞一個人 要先就是這樣 所以世間人的迷信呢是這樣子 我們真正的信仰 敬敗的對象跟迷信的不一樣 我們真正的信仰 敬敗的對象跟迷信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認識我們真正的信仰 所以我們必須認識我們真正的信仰 我們跟我們的日路告德 我們跟我們兒女來教導 外面的人是怎麼樣在拜神 那外面的人呢是怎麼樣在拜神 那是錯誤的 那是錯誤的 那教會是怎麼拜神 那我們教會是怎麼拜神的 那我們教會是怎麼拜神的 我們拜的是耶穌基督 是創造我們無中萬物的神 是創造我們宇宙萬物的真神 好 我們再看詩篇一百五篇 我們再看詩篇一百五篇 一百一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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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一百一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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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 第四節 那我們請看第四節 這說他們的五篇 是金的銀的 是人手 創造的 有嘴不能說話 有眼睛不能看 有眼睛不能聽 有朋友不能聽 有手不能摸 有腳不能走 有男後不能出聲 做他要跟他一樣 快要靠他的 也要入手 這五篇是假神 偶像是假神 偶像是假神 我們的日路都知道 偶像是假神 我們兒女都知道 偶像是假神 我們要教他們 我們要教導他們 不要 極端和外方的 人間同樣去拜 去拜那個 偶像 不可以像外方人一樣 去拜那些偶像 這說起來很差 這邊說的很有趣 這一段偶像才在那裡 你沒學生 他都沒在草叻 這個 偶像那邊 你人不服侍他 他也沒辦法動 我們說第七節就好了 我們說第七節就好了 第七節說 有腳不能走 有腳卻不能走 我們 這個古力三月二三 馬 就是一般 έたい說 馬祖生 我們去年農曆3月3號 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 3月23日就是所謂的馬祖的生日 馬祖生 大甲媽都出巡了 這個馬祖出身這個大甲馬祖都出巡 就對大甲鎮南宮 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新港還是北港那裡 一種大甲鎮南宮一直走到新港或北港這邊 馬祖出巡要有人跟他講 馬祖出巡必須要有人抬 很多人要做運輸園 要去學生的馬祖要去降教 許多人都奉獻了要來抬這個馬祖 但是你抬抬抬 你抬到腳伸穿軟你就把它放下去 但是如果你抬抬你會覺得腳痠手痠 如果沒有人繼續抬抬 如果沒有人繼續的來接替 他就沒辦法出巡了 他就沒辦法出巡了 所以如果抬到佐水溪頭前 很痠就把它放下去 他就要出巡到佐水溪而已 如果在佐水溪前面的手 手痠而已放下去他就掉下去了 他要繼續 要有人繼續抬抬 不能再繼續去 所以要有人繼續抬 才不會掉下來 所以腳不能走 有腳不能走 他要出巡就要你抬抬 他要出巡還要人抬抬 所以那是出巡了 所以我們知道那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知道那是錯誤的 我們真正的神 不用我們教他 我們真正的神 不必能人手來服侍 神這樣全順行全地 在感察全地 神在監察全地 他的靈無所不在 充滿宇宙萬有 充滿宇宙萬有 我們來說認識真信仰 我們來講到我們敬拜的方法 我們再來提到我們敬拜的方法 這個宗教要有一個敬拜的方法和儀式 一個宗教要有一個敬拜的方法以及儀式 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我們的真信仰 耶穌是這樣告訴我們 我們的真信仰 耶穌呢是如何教導我們 我們來看約翰福音第四章 我們看約翰福音第四章 約翰福音第四章 約翰福音第四章 我們看二十四節 我們來看二十四節 神是一個靈 神是靈 神是一個靈 所以拜祂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所以拜祂必須用心靈和誠實來拜祂 耶穌說拜神要用心靈和誠實 耶穌說拜神要用心靈和誠實 用你真堅信的心 用你很虔誠的心 真心是祂的向祂去敬拜 真心誠意的向祂來敬拜 不可以去情假意 不可以虛情假意 我們來看二十節 我們再看二十節 這撒瑪府人人對阿蘇說 我們祖宗在山頂禮拜 撒瑪利亞婦人說 我們的祖宗在這個山上禮拜 你們剛才說 應當禮拜的所在是在耶路撒冷 你們卻說應當敬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 這個撒瑪利亞人 因為跟白的民族參與 撒瑪利亞人因為跟別的民族來參與 當初是阿蘇的帝國 就是將他們分散 將撒瑪利亞帝國的人分散 當時亞蘇人就是將撒瑪利亞人來分散 用很多叫很多外邦的人來這裡住 帶領了許多藝族外邦的人住在這裡 他們就在那邊通婚 在那邊通婚 所以本來住在撒瑪利亞這裡的以色列人 他們跟外邦就少人了 所以本來住在這個 撒瑪利亞的這個 有以色列人就跟外邦人來聯合了 所以以色列人就覺得撒瑪利亞人是不孫正 所以以色列人認為撒瑪利亞人都是不純正的 但是撒瑪利亞住在撒瑪利亞的以色列人說 我們也是一樣 拜邀法真正的 但是住在撒瑪利亞的人也認為說 我也是在敬拜夜華真神 既然你們覺得我們不孫正 我們就自己去聖殿來拜 那既然你們認為我們不純正呢 那我們就自己蓋聖殿來拜 所以他們就在 以巴 以巴路山的對面那個山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吉利辛 他們就是吉利辛山上面 建一個聖殿 吉利辛山上面蓋了一個聖殿 這也是要來拜耶華真神 他們聲稱呢 我們也來拜耶華真神 他們就在山上拜耶華真神 所以他們在山上也來敬拜神 但是其他一些拜神去耶路撒瑪拜耶華真神 但是其他以色列百姓呢 都到耶路撒瑪來拜神 所以他們就在彼此正論 所以他們彼此的爭論 我們拜神要去吉利辛山 我們這裡也有聖殿 我們拜神呢 我們去基金辛山 我們這裡也有聖殿 其他以色列百姓說 拜神要在耶路撒瑪 其他以色列百姓說 拜神要在耶路撒瑪 耶路撒瑪那是聖殿的地方 耶路撒瑪才是聖殿的地方 但是耶穌說 不用再聖殿 耶穌說不必為這個爭論 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瑪 不在這個山上也不在耶路撒瑪 不是地點的問題 不是地點的問題 是心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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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是祂的敬拜神比較最好 那有誠實的敬拜神 誠心誠意的敬拜神 我們今天拜耶穌很簡單 所以我們今天拜耶穌很簡單 我們今天在耶路 我們就在這裡來教會主會 我們今天在內利這個地方聚會 正說我們剛才有事 念事出門 如果我們臨時有事出門 去到哪裡 哪裡有聖殿書教會 我們都可以收安 去到那裡有聖殿書教會 我們一樣可以守安心 我們敬拜的方法很自由 我們敬拜的方式也很自由 不一定說 一定要在哪一間聖殿書教會 不一定說要在哪一間聖殿書教會 才可以 但是外邦人心真乖心 但是外邦人他們很迷信 拜這尊神明 一定要去哪裡 拜這個神明呢 一定要去哪裡 所以有很多敬香團 有很多敬香團 遊覽車一次 幾十台 遊覽車呢 好幾台 去廟廟的香客大樓 你去看很大棚 好這個這個這個要去 這個都很大團的 還有香客大樓 香客大樓 就是鎮香的鎮南心路 在那大 過美 就是一些 散散男性 在那邊過夜 在那邊過夜 拜拜 在那邊過夜 拜拜完之後 在那邊過夜來吃飯 當然一定要奉獻 當然一定要奉獻 這個香有錢 就是那廟都做錢 所以那些廟方都很有錢 有時候如果見過一些廟 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香客大樓 很大棚 那廟就是很多人來鎮香 所以我們有時候經過一個廟 我們看到旁邊有一個很大的 香客大樓 就是一個他們蓋的 魔鬼就吃到人的鎮 這樣也不會客 魔鬼借著人的迷信來迷惑他 那某一個時間 一定有一個很出名的 這個 這個五香出現 某個時間一定會出現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偶像 哦 啊 我們在世間 我們在社會的新聞 我們就注意看 我們在那個電視上新聞 我們也可以常常注意到 那些都是境界的 都是在拜五香 那些都是在拜偶像 其實神 不敢我們拜拜 那其實神呢 是不許願我們拜拜的 就算 就算我們把這個 耶穌當中偶像來敬拜 神也不許 我們來看出埃及記 我們看出埃及記 出埃及記 出埃及記的二十章 出埃及記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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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二十二十 二十二節 這是神頒布十節以後 特別在後面補充 特別在後面的來補充 這是說到第三 第二階到第三階 這提到第二階跟第三階的補充 說不可以 照我像 第三階說不可以拜那些像 第三階說不可以拜那些像 第二階 第二階的全補 第三階 這是一個重點基礎 第二階裡面說的一個重點 一個基礎 不可以 不可以照偶像 也不可以拜那個像 更不可以拜那個像 好 神知道 他們這個埃及的受到埃及的影響 埃及的影響 埃及有很多神 埃及有很多神 這個神就叫一個偶像來拜 這個神就照了一個偶像來拜 我們在拜耶穌神 我們拜耶穌神 我們拜耶穌神 這尊很帥的耶穌神來拜 這樣不行 我們也照一個很帥的耶穌神 擺在那來拜 可以嗎 你的心是很好意 你的心是好意 我就是要拜耶穌神 我是要拜耶穌神 所以我聚一尊這樣 我感覺耶穌神的形象是怎樣 真尊貴真高貴這樣 我就照一個我認為耶穌神 是一個尊貴的形象 也在這個神像面前 稍香敬拜 在這個神像面前 烧香敬拜 先早就知道說 他們有這種的 他們就受影響 神早就知道他們會被受影響 所以一直給他們提醒 所以一直提醒他們 我們來看二十二節 我們看二十二節 我們看二十二節 這邊神提醒他們 說你聽到我跟他們說話 所以你們聽見我和你們說話 所以拜神聽到神的聲音 也會走到那四節 所以百姓都聽到神的聲音 神要降臨在山上以前 地震 雷風 閃電 神要降臨之前 如果地震 或是起大風 十八十節講的 十八節這裡說 雷風 閃電 各聲 清煙 雷風 閃電 絞聲 冒煙 大家是怕到不怕 大家都非常害怕 也聽到神的聲 又聽到神的聲音 怕得太大 這個嚇破膽 所以喔 心中 敬為神 所以他們心中敬為神 想說 隨時可以來敬拜神 他們想到我們 隨時都要來敬拜神 所以 心裡有一種心思忍嚴 就是 我家裡可以有一個 新的心想 隨時要敬拜 才不好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像可以敬拜 我还没有说这是白神 这就是压华真神 那我并没有说这是别的神 这是压华真神 但是神说这也不行 那是神说这样也不可以 二十三才说 不行做什么神像 教我三配 说二十三节 你不可以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 不行做一个 看起来这么尊贵的神 就说这压华真神 不行 不可以造一个很尊贵的像 说这是压华真神 不可以 后来的百姓劝还是怎么做 我们来看出来的结局三十二节 我们再看初爱结局的三十二节 再过十几节以后就发生了 才过十几节以后就发生了 那看三十二节 我们看三十二节 看第一节 三十二节第一节 三十二节第一节 八十看到摩世都在圆博路山 大家就组织到阿伦那边 对于说今天会为我们做 信心可以在我们头上映楼 因为那个领我们出爱结局的摩世 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 阿伦对他们说 你们去曼罗 你们的赛主持路 映楼上面的金钱起来给我 八十年都曼罗 曼罗 他们映楼上面的金钱起来 阿伦 阿伦对他们手来接过来 做了一家乌卓 用刁客的乞丐做钱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啦 这是领利出爱结局的事 第五十 阿伦看到 就在乌渡的民情 得担 并且转格说 明天爱向亚和华 修折 第六十 过天刚 早上 八十起来 善秀座到平安座 就坐下来吃喝 去吃喝 你看 八十的乎土了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百姓的糊涂了 孤然不出神所料 寡然不出神所料 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知道百姓的软弱 知道百姓的会反弱 所以先提醒他们 阿摩西 摩西求神 叫去山顶 都没下来 那摩西的被神 召到山上没有下来 已经很久很久了 已经过了很久了 都没下来 怎么都没有看见摩西 没有下来 到底是发现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是叫谁要来担任 来陪加南地 那现在是要叫谁带我们 来出家 进入迦南地呢 就去跟亚伦说 那就跑去跟亚伦说 亚伦也知道好多 亚伦也糊涂了 因为他在埃及地生活太久了 因为他们在埃及地生活太久了 只想到自己的方法 只想到用自己的方法 埃及人就是这样 埃及人就是这样 我们认了一个神 我们认识一个神 但是现在神没有显现 跟我们说话 亚伦也不知道到哪里 群群都没下来 上伤就没有再下来 好 这样 同样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来拜神 那这样子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拜神 所以亚伦就叫大家 去把金蜜环都拿来 所以亚伦叫百姓把金耳环都拿下来 很多金鸣 才能做这些金牛肚 这些金鸣呢 我们可以来造一个金牛肚 要说 这就是领了我们出埃及的神 然后告诉他 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 所以亚伦是亚伐真神 代理他们出埃及的是叶华真神 所以他们就说 这就是亚伐真神 说这个就是叶华真神 刚才我们出埃及的就是这个亚伐真神 代理我们出埃及的就是这个神 第五节又说 亚伦看到 就在鱼土面前来独断 就是按照经拜亚伐真神的方式来独断 所以亚伦在牛肚前面主谈 就是敬拜亚伐真神的方式 并且宣告说明天要向亚伐修折 并且宣告说明天要向亚伐修折 对象都没有变 对象都没有变 也是真心是他要敬拜亚伐真神 也是真心诚意要敬拜神 但是方法诚悟了 但是方法都错了 神说你不能做一个 做一个神像跟我相配 神说你不可以造一个像与我相配 你不能造一个神说这是亚伐真神 不行 你不可以造一个像说这是神不行 阿伯伐的好多啦 阿伯伐也好多 那百姓呢跟亚伦的都糊涂了 对啊 所以神不欢喜了 所以神非常的不喜悦 到时候神就生气了 后来的神就生气了 阿伯伐 阿伯伐又去刑罚其他 这样 这些这些 这个敬拜敬武毒的人 所以刑罚这些敬拜金流毒的人 当然 这里还有特别说 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这边又提到说 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起来玩耍 起来玩耍 其实是男女之间的玩耍 重情 情欲那种玩耍 这个情欲方面的玩耍 所以神真不欢喜 所以神非常不高兴 吃喝快乐 神真不欢喜 神非常自愿 这都是外邦人的 敬拜他们的神的方式 这些呢 都是外邦人敬拜神的方式 所以神不欢喜 所以神不喜悦 神到时候很想起 神到后面呢 就生气了 神说这样 这些八神真真是 没想要带他们去 咱南爹 神想说这些百姓呢 我不想带他们去讲 好家在有 摩世 带八神来带救 好在呢 摩世呢 替百姓来恳求 好 神比较回心转意 神才回心转意 神比较 神想起 神比较 神比较小 神原本很生气 后来记得都消了 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敬拜神的动机 敬拜神的动机 跟不真实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跟不真实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我们真正在拜神 我们真的在拜神 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为了永生的动力 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为了永生的目的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的六周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所以我们家长在教导孩子的时候 有的人说 我们来教会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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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拜耶稣 我们来拜耶稣 这样我们就可以考第一名 这样都不会破百姓 我们就不会生病 其实这样说对 其实这样说对吗 不正确 不正确 不是说来 来按那个祖会 就都考第一名 并不是说两样式聚会呢 我们就可以考第一名 这样我们大家都来按那个祖会 台大的我们真正所教会包办 大家都来聚会 台大的就是我们真意书教会包办 大家都北一女 大家都建宗 大家都北一女 大家都北一女 台大都北一女的 台大都真意书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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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啦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不要做错误的这种教育 不可以我们这样有错误的教育 也不是说 我们来拜耶稣 我们都不会破百姓 别不可以说 我们敬拜耶稣 就不会生病 其实我们也是会破百姓 其实我们也是会生病的 破百姓的时候 我们就 台湾感觉是说 我们人很软弱 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会感受到人很软弱 对 我们要挖克神 那我们要懂得依靠神 挖克神 求神 依靠神 我们要依靠神 求神医治我们的病痛 求神祝我们健康 求神示给我们健康 拜神最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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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英生 是为了永生 所以我们家长 教到我们的日路 我们来拜耶稣 最大的目的就是 我们后来要来天国 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拜神最大的目的 是为了要去天国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节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你看六十六节 我们请看六十六节 对他他的文章当中 很多有提起的 不想跟他做活动 耶稣就对那十节的文章说 你们也要离开我吗 所以文必须回答说 主啊你有英姓 自己的文 还要整成像呢 所以耶稣 前面说到圣餐的道理 主耶稣前面提到圣餐的道理 我就是生命的牛 我是生命的牛 我的肥 我的肉都会喝 可以吃 我的血 我的肉都可以喝 大家听不懂 耶稣说这个是在说什么 门徒在讨论 这在说什么 耶稣说 耶稣说 我们能吃他的肉 喝的火 也有求到恐怖 耶稣怎么说呢 可以吃他肉 可以写有够恐怖的 这是在说什么 说这到底在说什么 听不懂 耶稣在说圣餐的道理 他们听不懂 耶稣在说圣餐的道理 他们不明白 所以圣经很多人就不要再对耶稣 许多人就不跟从耶稣了 耶稣在说什么 耶稣到底在说什么 说什么我们要吃的肉 要喝的火 说是我们要吃他的血 他的肉 耶稣在说 不要不要 讨论讨论就算了 不要跟从 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懂耶稣在说圣餐的道理 听不懂耶稣在讲圣餐的道理 也没有耐心 也没有耐心 不再继续对 不就不再跟从耶稣 要耶稣问其他的门徒 后来耶稣问其他的门徒 问那十月的门徒 问他十二个门徒 你也要离开 所以你们要离开吗 我刚才说很多人听不懂 他们都走了 我前面说的道理 许多人都走了 你们也要走吗 你们要走吗 世文彼得说 耶稣你有英生的道 西门彼得说耶稣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是要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去哪里呢 我们就是要对你了 我们就是要跟随你 世文彼得 神有感动 神有感动西门彼得 也有相随于真地区 也赏识他真智慧 以前折这个真正的信用 他就认识这个真正的信用 他知道耶稣 近对耶稣就有英生 他知道跟从耶稣就有永生 他知道跟从耶稣就有永生 两天跟祖耶稣做会在天堂 永远的福禄的地方 将来呢 可以跟主耶稣在天堂 这个永远福乐的地方 所以他跟耶稣说 耶稣你有英生之道 所以跟耶稣说 耶稣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是要跟从谁呢 我们还要跟从谁呢 他说我不会离开啦 意思说我们不会离开的 我一直要对你啦 我一定要跟从你 好 真正的信用动机就是这样 真正的信仰的动机就是如此 准央有时候 我们动机穿 假设我们有时候动机错误 跟外边人一样 那种不信 那种动机就信 就不说很欢喜 就会像外边人一样 迷信的这个动机 就跑 我们同样看这一张的26节 我们同样看这一张的这个26节 所以说 耶稣回答说 我是实在在跟你们说 你们吹我 并不是因为看到身材 乃是因为吃拼 这条饭 不然为了那些一定会派的实物努力 要为那些尊教英生的实物努力 就是人主要输给你们 因为人主是要神所印象的 很多人趕对耶稣听到你 许多人跟随耶稣听到你 就是为了 古山回来 古山回来 所以 来听耶稣功德 没有买便当 耶稣就变饼给你吃了 很好 来听耶稣讲到没有带便当 耶稣还变饼给你吃 所以 耶稣 对耶稣就一定都不会咬到 所以 跟从耶稣就不会饿着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人 就是 就来摸听到楼子 确实有些人就是来听 就是为了这个 主要是要吃饼 他们主要是为了吃饼得饱 为了金生的利益 为了金生的利益而已 其实 这经牌的动机剩下 其实 敬拜的动机都错了 我们今天教导我们的孩子 要有真正正的动机 要有真正正确的动机 我们拜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拜主耶稣基督 是为了英生的博魂 是为了永生的福分 不是为了这第二箭金生的福 Clerk 并不是为了短暂金生的好处 当然我们在金生 信业所在 经用程度让便利益 我们在平安海 저裂 当然在我们先耶稣在今生可以 得到平安福气 福气 ja jan 享受到心在金生所省属 让我们默默的颜点 享受神在今生赏赐我们给我们满满的颜点 这也是得得着的 但是这不是主要的目标 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目标 这是附带的福利 人生不是只有为了 我们信仰不是只有为了 这金生的福利而已 我们信主不是为了今生的福利而已 因爲所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会遇到很多感染 那耶稣说要进入神的国 必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这是保罗所说的 保罗所说的 保罗所说的 保罗传父遇到许多的困难 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说 神也说他要把我们伺候 圣经也提到说 神要试炼我们 让我们信心的进步 让我们信心可以进步 所以不是拜耶稣就都平安喜乐 不是这样 所以并不是拜耶稣就平安喜乐 不一定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困难 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困难 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不高兴 因为我们落在百般的患难当中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陷在百般的患难当中 尊重我们照着神的道理来行 如果我们有照着神的道理来行 我们在患难当中才会喜乐 我们在患难当中还能喜乐 我们在患难当中还能喜乐 在百般的患难当中 还可以认为是大喜乐 因为这是神在给我们修炼 这个就是神在试炼我们 修炼我们 我们信心就进步 试炼我们之后我们的信心就进步了 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庇洛基神 我们在追求 所以真正的平安 要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 我们要追求 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我们动机要顺正正的 我们动机要纯正要正当 这样才可以合神的信仰 这样才可以合神的信仰 所以以上我们 讲人要真信仰 所以以上呢 我们说来认识真信仰 我们说到三个重点 我们提到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第一个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敬拜的主要所基督 我们是敬拜主耶稣基督 他是造物的主 他是一个造物主 我们要给我们教到我们的日路 我们要来这样教导我们的儿女 正确的信仰 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 无条的造物主 耶稣基督是宇宙的造物主 其他那些偶像都不是神 其他那些偶像都不是神 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我们敬拜的方法 我们敬拜的方法 真信仰敬拜的方法 真信仰敬拜的方法 用心灵和神神 用心灵和诚心 也不能做一些偶像来代替神 不可以造一些偶像来代替神 真信仰 真信仰 我们敬拜的动机 我们敬拜的动机 我们是为了后来要去天国 我们是为了以后要进入天国 不是 可是要一百分 并不是为了考试一百分 不是 新耶稣都不会破诊 并不是新耶稣都不会生病 是为了后来永生的福分 是为了以后永生的福分 一生彼此勉励 以上来彼此勉励 完主耶稣加替我们的心力 因为主耶稣 加添我们的心力 所以来唱赞美诗 我们起唱赞美诗 23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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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封 245 236封 245 236封 245 255 245 246 246 246